歡迎收看電影情報站 我是林舒嬅 在節目播出的這一天 是兩位巨星的生日 其中一位 她是知名的演員 她也是知名的製作人 她也是歌手 她是金凱莉 今天是她的名單 而她的經典代表作品 是在1952年的萬花西春 那金凱莉更是在1999年 拿到了美國電影學會 來評斷她是百年來 最偉大的男演員的第15名 另外一位巨星呢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她是亞裔美國籍的 籃球員林舒豪 今天也是她的生日喔 最近在2013年 更有一部紀錄片 叫林舒豪 旋風 是紀錄下她崛起的過程 當時還是掀起了一股 林Sanity的風潮 所以要祝她生日快樂 那今天電影情報站呢 來幫大家整理不同主題 類型的電影 首先要來看到的是 熱影搶檔推薦 也就是現在正在上映中的電影 有哪些呢 第一部要來看到的這一部是 心靈咖啡館的驅魔師 它可是很少七個國家 而且在裡面喔 七個國家的電影節裡面 更是拿下總共46個獎項喔 它是在說一個存在在都市內 救世主的感人故事 而且他們更是在2020年的 摩納哥國際電影節獎項裡面 拿下了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和最佳視覺效果 好 大家來聽聽看故事在說什麼了 她把背景設立在東京都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位叫小百合 她有特殊的能力 而且她在覺得這個世界上 在身邊周圍的人 感覺他們都有一些負面能量 所以讓小百合感受到之後 她就覺得很痛苦 幸好她遇到了 Extra的咖啡館的老闆和老闆娘 就是因為他們的拯救 所以讓小百合心裡面 感覺可以得到一些救贖 所以她想說要來回饋給Extra 咖啡館的老闆和老闆娘 就是感謝他們的救育之恩獎 所以她就在這個咖啡館外面 就是設定了一個小公告 那個公告上面就寫 歡迎入內諮詢煩惱 因為她想說 她要用她自己的靈動力 想要來幫助所有有煩惱的人 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而這時候就有一位大學生 她叫小勇 她在路上就被人家搶劫了 可是那筆錢對她來說 真的非常重要 她要找到兇手到底是誰 她就看到這咖啡館外面有這樣的告示 所以她走了進去 想要請小百合來幫忙 而小百合也用她自己的能力 很快就找到兇手是誰了 但是這個時候卻有一個惡魔 要向小百合伸出魔爪 她會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 《心靈咖啡館》的驅魔石 這張不屬器 《心靈咖啡館》的 《心靈咖啡館》的 我看你自己的事 你不知道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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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めて会見到的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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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幽靈也有 那些人有的那些人 那些人有的 我都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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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 我都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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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手は悪魔よ 悪魔は人間の欲に突き込み 地獄に引きずり込むの 我都不想死 強い 強すぎる 人間はいつか必ず死ぬ 悔しさも至らない所も全部受け止めて反省しなさい お前には負けない 私は神様と共に この地上に正義を打ち立てる 心霊喫茶 エクストラの秘密 The Real Exorcist 再来要看到這部國片 是最近 關注度非常高的一部電影 這部是怪胎 而這部特色的地方 是它整部都是用iPhone來進行拍攝的 這也是導演 廖民一導演想用這樣的方式 跟大家討論說 什麼是電影 難道要像以前一樣 都用非常大型的機器來拍攝 那才知道是電影嗎 所以它就突破了以往這拍攝器材的使用 全部都用手機來進行拍攝 想要給大家一個新的突破 另外就是劇情裡面的主角 他們之間的情感關聯 也是導演廖民一導演 他想要跟大家討論是說 在一段關係一段感情裡面 是不是一開始熱戀的時候 都會覺得眼裡在看到對方 都是非常完美的 沒有任何缺點 但是後來會因為什麼原因 讓彼此的關係變了掉呢 那這一部電影《怪胎》 找來演員是林伯鴻和謝忻穎 那兩個人就圍繞著一句話 就是在愛情的世界裡 我們都是彼此的怪胎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林伯鴻 他在裡面飾演的角色叫陳柏青 他是一位非常具有 嚴重的神經性強迫患者 因為他有嚴重的潔癖 例如說他幾乎是足不出戶 一定要出戶呢 一定要走出門呢 他一定會把自己全副武裝 例如說穿防塵衣啊 或是戴手套啊 或是戴口罩啊 甚至一出門就會不斷的洗手 而且還規定自己喔 一個月裡面只有15號這一天 可以出去採買 買東西就在這一天 而陳柏青呢 就在這命運的15號裡面 他在外面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遇到了和他有同樣症狀的人 這個人叫陳景 兩個人呢 原本以為喔 在別人眼中 他們都是鬼胎 沒想到 就讓他們遇見了 發展了一段一成不然的感情 因為這個陳景喔 他也是幾乎都不出門 因為他只要在家裡 以外的地方 待超過4小時 他身體喔 他皮膚就會開始過敏 長出紅斑 所以在別人的眼裡也覺得 他怎麼這麼奇怪 所以當陳柏青和陳景 遇到了之後 兩個人開始談戀愛 發展出了別人眼裡 覺得他們更另類的感情 但到後來 陳柏青他的強迫症 突然消失了 這兩個人的感情會一直變掉嗎 我們來看這部國片是怪胎 陳先生 你可能罹患了神經性強迫症 英文簡稱OCD 通常患者會重複做同一件事 如果不能做到自己滿意 就會非常的痛苦難受 喂 你懂我 以為我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是同路人咯 你是不是喜歡我 什麼 你是不是喜歡我 我才沒有耶 女生告白犯法 剪刀石頭布 誰先吃完誰就贏 我從來沒有想過 原來世界上真的有個人 可以這樣背我 我們可以一直維持這樣 一切都不會改變的 一切都不會改變的 毫無徵兆 我的OCD就這麼消失了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可能把OCD找回來了 難道你不想變好了嗎 我們不想要被治好啊 我說過這不是我可以選擇的 你到底怎麼這樣對我 我就是不希望我們的關係 變了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們可以一直維持這樣 我們可以一直維持這樣 不要改變嗎 我們可以一直維持這樣 不要改變嗎 這可是由之前一部電影 他第二張裡面的 傑西卡翠斯坦 他這次在這部電影裡擔任監製 而且也是主演的電影喔 那傑西卡翠斯坦呢 他為了要演出這一部 大規模的動作片 他特別在開拍前 就接受了好幾個月的武打訓練 為了要呈現最真實的 這個打鬥畫面給大家 更是被網友們的風圍說 他是新一代的女殺神 尤其這部電影追殺艾娃 更是由神鬼認證 還有玩命關頭的幕後團隊 他們所製作的喔 那大家應該會想要 那傑西卡翠斯坦呢 他在裡面是飾演什麼呢 他飾演的是一位頂尖殺手 畢竟要被稱為新一代的女殺神 這個要非常的厲害嘛 所以他是一位頂尖殺手 他在為這個神秘組織工作 而且他在全球的各地 來去執行一些高目標 高價值目標的暗殺行動 而他在有一次的任務之中 他就出了差錯 讓他陷入了生死交官的危機 而這個危機呢 更是讓更陸的這些殺手 全部都朝著他而來 而他必須要努力想辦法活下去 那就有網友喔 已經看了這一部電影 他就分享說 這部電影不只是只有賣那種氣場喔 在裡面你可以看到這些角色 他們非常細膩的情感 還有非常糾結的那種情緒 也是一大看點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追殺艾娃 Monsieur Hamilton I recruited her, I trained her She's talking to the target Ava I'm good, I promise you Keep your head down kiddo Management will be watching on this one You did something bad I wouldn't have sent me if you hadn't Who was responsible The compan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You don't believe that Duke You keep breaking protocol I asked you to marry me And then you just disappear for eight years She's always been Duke's favorite But she's a loose cannon And a danger to the organization I want her killed Tell him tooth or finger I don't care which I warned you I'm not gonna be able to protect you a second time You need to rescind the kill order You know I can't do that This is business Lovely morning for it Ava Skarty around my family and high alert Skarty around my family and high alert 製作人鄭國哥 來到這裡和我們聊聊這部電影 所以你看多推薦了 大家好我是鄭國 不過經常我們在做電影節目的時候 大家說鄭國啊 舒嬅啊 到底什麼電影好看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要推薦這部電影 天節倒數 它絕對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對 它是有關像末日科幻類型的電影 但裡面的主要演員 他是傑哈巴特勒 這首歌應該對於傑哈巴特勒 我們先講一下故事好不好 好 我們先講一下故事 其實剛剛那個舒嬅講的末日的 末日型的電影對不對 大家應該想說末日型一定碰到一個救星 又能夠把這個彗星轉向 或者這個隕石轉向對不對 那事實上這次沒有 這次這個彗星帶來碎片 它確實會撞擊到地球 對 因為在裡面就有一顆叫克拉克的彗星 它就是因為在高速要掠過地球旁邊 然後散出一些彗星的這些碎片 擊落到地球之後 它會產生大爆炸 所以那個畫面其實是滿驚人的 因為其實我們去看過這部電影之後呢 有被裡面震撼到 好 大家想說一般那個碎片是經過大氣層燃燒 一般大家想的是堂市 實際上沒有喔 這個碎片很大的喔 它會撞到地球上面 但是碰到這個浩劫這時候怎麼辦呢 男主角一家人喔 這個男主角就被政府選上了 說他可以去搭飛機 可以坐著飛機去到政府安置的這個 在格陵蘭的這個避難所 避難所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機會喔 是被選中的 有一些有資格的人才能進去耶 被選中你一定是要有能力的人喔 對這個社會有貢獻的人喔 但這部歌你看到這邊 你會不會是在想 如果有一天是你被選中呢 我被選中 萬一你這樣看著我 我就會很尷尬 如果我沒有被選中呢 這部歌 我就不講話啊 我就偷偷的去坐飛機了 偷偷不說是不是 偷偷去坐飛機 但是這電影裡面這個男主角 他沒辦法 他正好一群人居在那個地方 大家同時看得到他這個訊息 他被選中了 所以在這個電影前半段 我覺得很尷尬啦 那一群人居在那邊 而且都是你的好朋友 但你被選中了 我怎麼沒有 對不對 你馬上就要離開我們了 那怎麼辦 而且在這裡面 他那個 有一個小細節的安排 會讓你掉下眼淚 大家可以進電影院看一看 剛剛舒嬅講到這個 男主角 男主角的名字叫做 傑哈巴特勒 對 傑哈巴特勒 這部歌應該對 蠻熟悉的吧 我熟悉他的時候是在那個 三百壯士斯巴達的逆襲 看過沒有 有點年代 我看你一部就沒有看過這樣子 因為我對他的印象比較是在 最近的一部電影 全面攻戰三天使救援 而且全面攻戰三個系列他都有演 對他在第二集的時候 他是演一個小探員而已 但他到第三集之後 他就變特勤局的局長 好我們這樣講大家就知道了 在那時候那個全面攻戰三天使救援裡面 他好像那個 哇那個好像也是上天下 上山下海 對 能力很強嘛 還洗漆自己的這個冤情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扮演的角色 就不只是這樣子的英雄 不是這樣子的 好像說 好像那種打不死的英雄一樣 他就是一個很平凡的爸爸 對 要帶著他一家人 他們被政府選上了 他們要去坐飛機 要到格陵來去避難 因為彗星撞地球 彗星的碎片撞地球是不可避免的 好 那為什麼找這個男主角 各位你看他以前演過什麼 歌劇魅影的魅影 他也演過這個 《PS我愛你》裡面的男主角 所以說你看這個 他既是鐵漢 又能展現他的柔情 還有柔情 柔情 不過電影裡面還有就是 很吸引我 就是這一家人 好像很慘 我看到鄭武哥的 電影《關猴感》 他說一個一個都在鼻慘的 對啊 對不對 而且你是不是還有一個最後心得 我們待會兒告訴大家 我覺得真的是鼻慘 而且你記得有時候發生災難的時候 不要光說光靠爸爸來救你 你看那個媽媽帶著小孩 他們每個人都有碰到他的困難 但是他們都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利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他的問題 對不對 在最後大家再集合起來 一起面對更大多 對 就是家庭嘛 團結的力量 尤其我還非常印象深刻 那時候看完這部電影出來的時候 正好台北是下大雨 然後整個城市就灰蒙蒙的一片 其實我也有一種覺得 這部故事啊 他抓力非常強 會讓你覺得好像就是一種 深山末日裡面感覺 就出來想說 嗯 我現在是回到現實生活中嗎 又或者是我還在那個電影情節裡面呢 所以我覺得他的故事 渲染力是蠻強的 真的 而且裡面的那個 我覺得驚嚇程度很高 蠻高的對不對 對 驚嚇程度很高啊 而且他那個驚嚇的 並不是像你想像說 什麼東西崩嬰撞下來 他是心裡帶給你的一種緊張感 跟到底要不要逃出去 跟怎麼能夠逃出去 很多那種小橋段 對不對 他會咚一下嚇到你 好 那這部歌要不要分享 就是跟我一起看 像這樣子類型的電影 會有什麼樣的心得嗎 我建議大家如果舒嬅有空的話 大家可以約他一起去看這種 特別容易受驚嚇的電影 為什麼 因為在裡面 你受到的驚嚇是Double的 你知道嗎 大螢幕 啪嚇你一跳 然後你又問你旁邊或左邊或右邊 他坐到哪裡 他就蹦 動一下 再嚇你一跳 我是因為如果突然出現很大的聲響 我是跟著這樣就是震一下 會抖一下 你不會被嚇到嗎 所以你不要去看那什麼 什麼4D感觸 帶著林舒嬅去就好 他搞不好蹦一拳就過來 對 所以這是跟我一起看這個恐怖電影的感受 然後那個就是另外就是說 其實看完之後 你會珍惜你這一家人 好 珍惜你現在的 這一家人的感覺 那另外就是 我印象深刻 鄭國哥說他看完之後 他想要當一個有用的人 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就講說 我要做對社會有用的人 這是我的志願對不對 我告訴你 做對社會有用的人 各位觀眾 你絕對會被政府選中 在世界危機發生的時候 這樣也蠻好的 讓你躲進病難所 蠻好的 我發誓 我一定要做對社會有用的人 蠻勵志的喔 好 也歡迎大家進電影片 跟我們一起去看電影 這部是天節倒數的 推薦給大家 最後就是 關於星期的 是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 是這個星期 我沒有看星期 可能還是還睡 爛 爛 一些星期的星期 現在是想到 讓我們 在我們的 atmosphere 那些星期 是正確的 我們也會說 if the more the same i longer the same whoa where are they going i don't know one the perchOrish enforza it a only part of it She on The Ocean oh where is the explosion We now are getting word that the fragment has hit Central Florida Oh my God Wait, are some more pieces gonna hit? Come on, let's go But the sky's on fire Two days They got it all wrong There's a ton of fragments Planet killers Space agencies are predicting an extinction-level event We're gonna be together All right, get them We're just trying to get to safety They've been tracking the military flights to bunkers and Greenland It's their only chance Move back! Deriveter breach, deriveter breach Runway 33 Don't you want me to stop! Allison! Nated! Allison! Where is Cat? We'll find him It's okay Clark's largest fragment will hit in less than 24 hours I swear I'm gonna get my family Into that bunker I know you will, Sean If you are hearing this broadcast Seek shelter immediately What is it? What's going on? If you are hearing this broadcast Seek shelter immediately Seek shelter immediately Hang on, Nathan Seek shelter immediately Seek shelter immediately Hang on, Nathan This episode 帶大家新片搶先看 搶先看有什麼電影即將要上映呢? 這部電影我想大家應該都非常期待吧 這是天能Tenants 這是由知名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導演 他自編自導的作品 而之後上映也會是台灣搶先全美上映的 那大家看完預告可能會在想說這部電影到底在說什麼呢? 直接來幫大家簡單介紹一下了 這裡面的主角他叫約翰大衛華盛頓 他必須要靠著天能來幫助這地球上全人類的存亡給奮戰 而且他即將要進入到一個非常幽暗的國際諜報世界裡面 他要去執行一項即將超越現實生活中的時間 這偉大的任務他必須要努力去完成 而要記得這不是一場時空旅行 他要努力的去逆轉未來 尤其這部電影更是跨了七個國家來拍攝 使用的可是IMAX超大規格的底片 還有70厘米的底片來拍攝 尤其這部電影就被說是非常驚險刺激的 招腦故事 我們來一起期待一下這部電影 把這部是天能Tenet All I have for you is a word Tenet It'll open the right doors Some of the wrong ones too Use it carefully To do what I do I need some idea of the threat we face As I understand it We're trying to prevent World War III I'm not saying Armageddon here No Something worse I gather you have an interest In a certain Russian national You might just bring me in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future Time travel No Inversion Ame it and pull the trigger You're not shooting the bullet You're catching it You're catching it Whoa Well I've seen too much Well we'll try and keep up Your duty transcends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is about survival Seems bold Bold I'm fine but I thought you were going to say nuts This is where our rules collide How would you like to die? Bold You chose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 chose the wrong profession Well that from here Hasn't happened yet There are people in the future who need us I need a tenant We need to save them here and now It's reversing the flow of time Doesn't us being here now mean it never happens? You want to crash a plane But not from the air That was so dramatic Well how big a plane? That part is a little dramatic 再来要看到的电影是《战役轮回》 这是由之前的电影《逃出绝命震撼》 我们他们的幕后团队再次要打造的一部惊悚剧作 而他以前的这些作品呢 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应该都会熟悉 他们的剧情都会反转再反转 所以这一次也会沿用他们以往的风格 而且他们也会用一种悬疑烧脑的方式 来去包装里面的种族议题 那在故事里面就在说 有一位知名的女作家 她叫维若妮卡 她原本可以过着非常美好的生活 但是述不知这时候有一场精心设计的邪恶布局 让她开始陷入了难以想象的可怕现实之中 但这个维若妮卡她为了要活下去 她就必须要在时间内 时间限制里赶快解开眼前这个离奇谜团 到底背后有藏了什么样害人真相呢 所以你从预告里面就会看到 有很多不断从现实和过去交叉 交叉重播的这种画面 上一秒还是非常时尚的这个知名女作家 下一秒就突然变成她穿着很老旧农场的制服 在那边摘棉花 所以在里面这是黑奴的命运不断的轮回 究竟她想要传达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部电影是《战役轮回》 未经许 процесс 连率新战的什么问题 Lucy saffires here to forfill you'll ever mean wherever and you were before that's over that's over if you are my only way out of here we must choose a moment wisely i won it wisely 在2018年创下全台暑假票房最高的华语片《众邪》 他现在出了第二集了 《奎将众邪2》 延续里面宋漏仲以这个民间习俗为题材的话题性 他里面还加入了另外一种民间信仰 就是《伊亚公》 找来的是有金马影帝李康生 他在里面饰演一位带有钟馗天命的法师 尤其更被说是这次续集里面惊悚的程度 可是超越了第一集 那这一次第二集会在说什么呢 里面的主角角色呢 她是一位17岁的小女孩 她叫嘉明 嘉明有灵异体质 而也被她的阿姨玉兰给收养了 有一次这个嘉明 她就跟着她的同学 还有一群人大家就围在一起 想说要来想一点有趣的题材 来拍影片好了 结果他们就想说来拍这种民间传说的伊亚公 来召唤邪灵出现 那就叫这个嘉明来负责召唤 没想到这召唤的情况越来越失控 好险当时有一位经过的火哥 也就是有李康生他所来饰演的这位法师 路过来解救他们才能化解这一场危机 但后来这个震伤又陆续发生了许多事情 所以一场场惊悚的神鬼对峙即将展开 我们来看这个仲邪二 第二集她的惊悚程度会不会更加提升呢 这一部是回讲仲邪二 大家好 今天很特别就是来大家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中部最有名的都市传说 伊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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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狗狗来自 天啊 我真的听到伊亚公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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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法师吗 可不可以帮帮我啊 我想要当个正常人 天明中下 是 这些 跟我们一起去 Persian 看 tahun przew 看 然后 再继续芯片 要來看到這一部是喜劇 《特務搞飛機》 這也是南韓史上第一次 用劫機來當作電影題材 這一部動作喜劇裡面有 意想不到的 救援英雄爆笑登場 因為故事裡面的主角 她是一位人氣麻花店的老闆娘 她叫美音 她們一家人雖然生活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美音她卻非常珍惜家人 也很愛她的家人們 這次美音她就意外可以獲得一次 到夏威夷旅行的機會 所以她想說那就要帶著一家人 當然要一起去 所以她就帶她的老公 她老公是一位非常擅長 修理電腦的高手 還有帶她的女兒 她們就一起展開他們第一次 出去海外旅行的這一場 原本以為是很開心的旅行 但是沒想到在這個機上 竟然有恐怖分子 一開始起飛之後 起飛不久 這恐怖分子就開始接機了 劫持了整架班機 所以這個美音她想說不行 不能讓這原本開開心心的旅行 就此泡湯 所以她就把它印藏印章的內功拿出來 要準備來拯救整場整架班機上面的所有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看到 這個危險的這些拯救情形 還有這些恐怖分子 她們非常刺激的動作場面 還有裡面的一些 舞裡頭的爆笑畫面 我們來看這部喜劇片是 特務搞飛機 尷尬 尷尬 你一定会帮你去吧 你一定会找我 我去吧 我再去吧 怎么办 怎么办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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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去吧 你不要去吧 有少數 那裡我們永遠都開著 要哭了 P&K OK OK 剛剛看到的是特務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刑警樓 這部電影是刑警沒有假期 裡面的主角們他們要展開一場 屋裡頭的機制搜索行動 故事裡的主角他叫洪鞭秀 他以前是一位鄉下刑警 而他人生之中幾天要展開地 直到海外旅行了 他要到菲律賓去玩 而正當這個洪鞭秀 他就曾經在度假生活氛圍裡面 覺得非常的開心 這時候他卻意外捲入一場危機 這個危機就是一個犯罪組織的殺手 叫派崔克 他就設了一個局 讓洪鞭秀給跳進去 而且被指他說 他就是殺人嫌犯 那這個洪鞭秀 他就為了要洗清自己的罪名 所以他就邀請當地的導遊 還有他的晚輩 一起來調查這事情的真相 但這個洪鞭秀 他一直很想調查 他有這個決心 他自己的體力 還有他的英文能力 卻非常的不給力 所以讓他有點力不從心 究竟這位鄉下刑警 他能不能夠安全回到韓國呢 這一場國際型的無邊際搜索行動 就此展開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 刑警沒有假期 拿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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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拿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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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想要 教練 你能不能在 temu 可興公主化的 賤別人 iba 哪 出發行程式 FBI 你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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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去 貝建警局 強調 抗承 你啊 這部波蘭的電影是 《愛情列車掌》 這主要是來說 搭火車旅行真的好吃驚 因為故事裡面主角他叫米可萊 他就在聖誕假期的時候 他就換上人偶裝 他在月台上面 火車月台上來發傳單 而發傳單的過程之中 他就看到遠遠來一個美女觀光客 要來搭火車 而且他就覺得這個女生真的很漂亮 對他一見鍾情 然後就情不自禁呢 跟著這個女觀光客 一起跳上了火車 但是上了火車之後 因為他沒有買票嘛 這時候遇到列車長 他在檢查 他在驗票 但是就遇到這個米可萊 當然米可萊沒有買票啊 所以他是打算要來個 你追我跑 他就要來躲這個列車長 但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他也不小心把這個列車長給打暈了 所以他就換上 他一想說該怎麼辦才好 他就換上這列車長的服裝 穿上他的外套 想說來喬裝一下好了 結果這個開始喔 乘客 車上的乘客 開始就把他誤以為 他就真的列車長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找他處理 例如說有家長 他小孩走失了 也來找這個米可萊 或者是路上啊 這走道上面有路壩 整個擋在中間 那當然是被人家投訴嘛 也是來找這個米可萊 或是有各式各樣 想要坐霸王車啊 或是賴在那邊不走的人啊 或是坐錯位置的乘客 等等的問題 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部都一起找上米可萊 更讓他頭痛的是 就連他自己的這個工作人員 這女生也因為失戀的問題 還一直找他哭訴 所以米可萊 已經非常的暈頭轉向了 這時候這火車還突然緊急煞車 還意外停止 這些從接踵而來的問題 這些現象 這米可萊會怎麼解決呢 這個假扮的列車長 能夠安撫一整車的乘客嗎 重點是他能夠找到 他當時一見鍾情的 那位女婦觀光客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是 愛情列車長 我看到了女生在車上 最漂亮的衣服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 你坐到車上 在乎在乎女生 你管理人的管理人嗎 你管理人的管理人 啊,是真的要是必須的? Ophelia Sokół Kinder 看了幾個孩子? 我怕不 Bilet是聖誕 Kiedy會有兩位婦女? What? 你會把她握手嗎? Panie Konduktorze! 我們需要您的 他們最終是看到我們的孩子 HURA 天哪 Hu 哪 這兩個人 可以嗎? 你做了嗎? 你 真的 這部電影是 消失的情人節 這是國片喔 裡面的演員找來是 在陽光普照 這一部電影 拿下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的 劉冠婷 加上了在金鐘獎 拿到了生活風格 節目中 主持人獎項的大佩 李佩玉她們在裡面 飾演一對快女漫男的組合 她們要組合成一個 奇幻的愛情故事 因為在故事裡的這個主角小琦 也就是大佩所飾演的小琦 這個角色 她就是裡面的快女 她凡事都很喜歡搶拍 而她的感情生活卻毫無進展 因為接近快要30歲的她 竟然是母呆貪生 都還沒有談過戀愛 而且她每天就在郵局裡面工作 重複著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工作 而每一天都要面對到 形形色色的客人 其中一位 就是一位動作慢途輪的公車司機 她就是我們剛才說的慢男 這個公車司機阿泰每天都固定 會去找小琦來去寄一封平信 好 所以她們兩個就此 就是想預留 這是一個故事 另外一個故事的小琦 她就在情人節前夕 她被一位天才的陽光男孩 她叫劉老師給搭訕了 她心裡想說 難不成我的愛情 我的春天就要來了嗎 就眼看著她非常期待 那情人節的約會即將要來臨 沒想到睡覺一覺起來 這個情人節就突然消失了 怎麼回事呢 小琦非常期待的情人節去哪裡了 我們來看這部電影 有人在嗎 有人在嗎 一分鐘六十秒 難道每個人的一秒鐘都一樣長嗎 哈囉 我總覺得我的時間不但比別人慢 還越來越多 小時候大家都叫我烏龜 因為我做什麼都慢半拍 不是不是 不知道為什麼 連手錶都比人家慢 這其中一定有什麼秘密 她應該不記得我 我小時候就認識她了 你好 這麼急煞車啦 看怎麼看 今天有體育課好 一天比別人多了幾秒的時間 十幾二十年下來 我們會比別人多一天的歷息 我要報案 我的一天不見了 那有沒有少一天的 楊小琪 我帶妳去一個地方 我的秘密基地 謝謝今天情人節怎麼過來 跟空氣啦 搖空氣 感覺比較吵賽 我要去吃明夏宴室 年輕真好要都不會酸 是還滿好用的 吃今天也趕快叫一巴 警告你喔 你不要離音 要吃太近喔 情人節快樂 有人說 人生是由許多回憶組成的 談戀愛就是在創造回憶 她的回憶有你 你的回憶有她 那是最好的 妳知道在哪裡拍的嗎 妳到照片裡面的妹妹啊 妳看照片都比妳本人更漂亮 接下來要看到這一部動畫電影 《遊瑟與虎魚們》 它原本在1984年是一部短篇小說 到後來更是被人家稱為 它是青春浪漫小說的金字塔 到2003年出了真人電影版 睽違了17年之後 這一部經典的小說作品 現在有了動畫的版本了 那這一部電影裡面在說什麼呢 故事裡面的女主角 她是一位少女 她叫尤瑟 而且她的行動也不方便 從小就坐人椅 然後跟她的祖母住在一起 但是她非常喜歡畫畫 還有喜歡看書 常常會有一些天馬行空的象像 而且她也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感覺有一個自己構築起來的小天地 而這時候就出現了另外一位南大神 她是專攻海洋生物學的南大神 她叫橫夫 橫夫一直想要出國留學 她一心就夢想想要看 墨西哥的幻之羽群 但是她要出國留學 她必須要存錢嘛 所以她想要努力的工作 之後有一個工作機會來找她的 就是尤瑟的祖母 祖母就找上橫夫 想說請她來幫忙 給她一個工作機會 這個工作內容就是 陪伴尤瑟就好了 那原本尤瑟和橫夫兩個人 就是非常的不合 一開始還常常吵架 但是這樣互相了解之下 兩個人的心也越來越貼近 尤瑟也因為橫夫的陪伴之下 開始看到了以前 她沒有想過的世界 待會也透過片段 帶大家搶先看 這部尤瑟與虎魚們的片段 那今天電影情報展 幫大家整理了 不同類型的電影 有現在這段上映中的 還有帶大家搶先看 又是我們電影即將要上映 也祝大家看電影愉快囉 我是林舒嬅 我們下次見 這部尤瑟 よろしく 你今天是管理人 那些苦手集的 其他人是出的 像是… 你要分不 你很肥膩感 你很穿心 你卻好 你真是臭 你希望能够得到的 你希望的 只希望 希望 你希望 你希望可以 你好,你 好好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